大家好,宣理师,苏小河批训书 今天又到了我做一个主日学分享的这么一个时间 这是我的本分,虽然看的人不多 每一次讲主日学的分享紧紧巴巴的 有一万个人看就不错了 但是我还是要做这个工作,这是我的本分 同时也是因很多个我的观众的要求 希望苏老师,其实不要叫我苏老师了 叫我苏弟兄,或者是老苏,都行 这个世界没有老师,我们只有一个老师,就是耶稣 其他人都是弟兄姐妹 说希望我谈一个死亡问题 说这个问题搅扰他,或者好几个人说 搅扰他都连了,中国人又不思考死亡 中国人死亡是回避嘛,是吧 所以今天就在这样的一个时刻 和大家做一个主日分享死亡问题 那我们都知道,每个人都是要死的 这是最简单不过的尝试 所以一个人对死亡他害怕,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那是一定 会来到的,不存在有任何的悬念啊 不存在有任何的可能性,说他不来,他一定会来到,知道吧 所以每个人 到底怎么去处理死亡问题是每个人的基本问题 所以我觉得一个人,你被死亡问题所困扰,这是一个智慧的开始 是你的灵魂觉醒的一个开始,我觉得非常的好 非常的好,那尤其是今天我们这样一个时代 你看武汉病毒,全世界有多少人死了 我们之前也说过,人类社会就是三大主题 第一是瘟疫,瘟疫之后一定有饥荒 饥荒之后一定有战争 每一场灾难后面都是巨大的生命的消失,人的死亡 所以你怎么能不思考死亡问题呢,那我们怎么思考死亡问题呢 那当然我们要回到圣经呢 我之前也跟大家说过,圣经你如果只有一个词的话 你选什么,很多人选爱,神就是爱 当然可以这样选,但是我告诉你,你怎么选 就意味着你怎么看这个世界,怎么看你的生命 怎么看你自己 你决定的,你选一个词就意味着你选择了一种理解人类 理解你自己,理解这个世界的一种视角 或者是一种方式,极其重要 所以你说你选爱这个词,神就是爱 我绝对不会说你错 它是意味着你选择了一种看,理解这个世界的一种视角 我们说过这个西方思想史上最值钱的啊,从思想的角度来看 最有价值的思考就是人类理解论 我个人认为的啊,所以中国人没有几个人读这个书 那我选什么呢 我选复活 那一选复活你就知道,它一定与死亡有关 一定与死亡有关 所以你这个时候你就要把一些过去我们熟都不能再熟的 一些这个圣经的经文,你要拿出来重新思考 你比如说,我们都知道的,人人都能,基督徒都能背的啊 都能顺口就能背出来 多玛对耶稣说 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 怎么知道那条路呢 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若不接着我,没有人能到福那里去 这几句话,所有的基督徒都能背 但是你真的在这个地方你能停下来思考 我们今天所说的死亡问题吗 你想想,我们都最能够记住的就是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然后我们很高兴,哇,我们有道路了 我们有真理了,我们有生命了 然后我们是一个很幸运的人 错不错,当然我不能说你错了,你很对啊 可是接下来还有一句话呢 若不接着我,没有人能到福那里去 为什么要接着耶稣呢 那耶稣做过什么事情呢 你就想想耶稣他是复活的耶稣,对吧 但是耶稣在复活之前,他是被钉死的 也就是说他是穿过了死亡 耶稣他是上帝之子,他想起他要穿过死亡 他一定要深刻的理解死亡问题,对吧 然后才能英难伟大的复活 然后才能到天国去 你觉得我们作为一个普通的人 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 你怎么能不思考死亡问题呢 所以我说一个人如果他愿意思考死亡问题 他一定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人 也是个非常智慧的人 也是一个灵魂在苏醒的这么一个人 是很棒的啊 所以刚好我也有写过这方面的文章啊 虽然是一种沉思路的状态 但是有些话说出来还是,我自己看着还是眼热的 好多年前写的 我就拿出来跟大家分享啊 也是表明我并不是就随便说说 我是有所准备的 不像平时说其他的视频 我就是两分钟考虑选题 然后就开始扯 但是一般做主日学我都会认真的准备 死亡的,这个说错了 自由的第一要义是死亡 你要想理解自由 你必须首先要理解死亡 当耶稣神过死亡 他就是自由的 因真理得自由 我就是真理 可是真理是在什么时候啊 耶稣作为真理 他是穿过了死亡的 所以你任何一个词 生命也好 真理也好 道路也好 是吧 自由也好 都稳稳地立足于一个伟大的前提条件 就是人必须要面对死亡 你如果人没有死亡 什么真理 什么自由 什么道路 什么生命 通通都不用思考 就是因为死亡存在 所以我们必须思考它 但是绝大多数的人 尤其是绝大多数的 自由主义者 只关注 他们讨论自由的时候 只关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自由 交换的自由 市场交换的自由 相对的自由 自由选择的自由 是吧 为所欲为的自由 是吧 各种是吧 其内在的逻辑 它有辩证法的恶臭 遮蔽的是自由的绝对意义 遮蔽的是理所当然的自由 所以我们一定要记住 所有的自由主义者谈自由 都处在一个非常可怜的短视的状态 很多基督徒也是这样 至于中国的儒生 那就更是他根本就不思考死亡 所以他也不思考自由 是吧 中国的文献里面是找不到自由 这个词的 我之前也跟大家说过 自由这个词是日本人翻译过来的 然后送给我们中国人用的 所以中国的所谓自由主义 他们根本就理解不了自由与死亡的关系 真理与死亡的关系 生命与死亡的关系 他都理解不了 他们谈论的自由 是以当下的自由的 所谓的为所欲为的自由 是与自由有关的口水 而不是自由本身 那么如果理解了我这样的判断 当我们开始思考死亡问题的时候 我们突然发现死亡是唯一一个 我们不能行使自由选择权利的事件 死亡对于每个人来说 必然来临 每个人都必须死去 我们别无选择 所以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 还没有呼吸没有停止之前 一定要穷尽你的所有的思考 去思考自由 去思考死亡 这是我们思考自由的最佳的前提 也是我们思考自由的最佳的课程 站在死亡的节点上面 选择相信耶稣吧 这才是最彻底的自由选择 也是最普遍的自由精神 关于死亡每个人都有分 我们必须再说一遍 这也是每个人都拥有的 普遍的一个祝福 而不是一个灾难 而不是一个诅咒 所以我们必须要把这个观念要换过来 死亡对于每个人来讲 都是一种祝福 事实上我们在讨论普遍性的时候 讨论普遍现象的时候 我们会惊论的发现 所有的具有普遍性的事实 都是一种祝福 比如当我们讨论阳光的时候 讨论雨水的时候 讨论空气的时候 它是普遍的 任何人都可以自由的呼吸空气 任何人都可以自由的享受阳光 任何人都可以自由的享受雨水 是吧 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 普遍性的东西都是祝福的 那么同样的道理就是 每个人都拥有一种普遍的死亡 或者死亡的普遍性 那么死亡为什么就是一种祝福 而不是一种祝福呢 所以我们发现 无论是好人和恶人 都有享受阳光雨露的资人的权利 这意味着一种伟大的秩序 普遍性它是祝福 而不是诅咒 人们需要在这样的观念面前 安静下来沉思 确保自己不至于在另一种语境之中 遗忘掉这样的常识 要记住 死亡像空气一样 像是雨水一样 像阳光一样 它是一种祝福 但是生活中真正持守这种普遍性的常识的人 实在是太少了 比如当我们讨论人性的普遍的有罪 有限无知无力和无耻的秩序的时候 我们必然认为这是对人性的一种诅咒 是人性的灾难 因此我们努力把对人性的意义的界定 朝着优美的 善的 乌托邦的 人意的 正义的方向拉扯 石头让我们获得一种真正的 正向的 肯定的意义 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 我们其实是在拒绝一种祝福 也就是说 上帝告诉我们说 每个人都有罪 这个世界上一个义人都没有 这句话是一种祝福 它不是一种祖助 它也不是一种 我们想象中的一种审判 而是对你的一种界定 一种祝福 一个人如果真的你能够接受这样的常识 我对自己说 上帝对我说 或者我对我自己说 我是一个罪人 我是一个罪魁中 罪人的罪魁 我是一个 这个世界上一个义人都没有 你看 这是不是普遍性 一个人 一个义人都没有 这就是典型的普遍性原则 如果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是义人 这就不叫普遍性 所以当你看到普遍性是一种祝福的时候 那么上帝所关于界定的 人人都有罪的这样的一个 这样一个价值观的原则 它也是对人类的 对你我的一种祝福 所以当我们如果拒绝 我怎么是一个罪人呢 其实你是在拒绝一种祝福 这是一种非常愚蠢的表现 道理是如此的简单 当一个人不承认自己的有限有罪 无知和无理无耻的时候 那么这个人将不能真正的认识自己 一种伟大的祝福 一种来自于天上的祝福 一种来自于上帝的 叫做什么 白白的恩典的祝福 就这样被愚蠢的人们轻易的放弃 所以这个英国的作家托尔金 反复说过一句话 死亡是上帝给人类的 最大的也是最好的礼物 从普遍性的角度看 当我们讨论死亡的时候 我们甚至每个人都会死去 没有例外 这是普遍性 你注意这一点 如果一个人的尝试能力 它是足够稳定的话 那么我们就应该认同 死亡是礼物的观点 事实上托尔金的观点 是建立在他对自由的 深邃的诚思与理解的基础上 死亡的确是上帝送给人类的 最好的也是最美的 也是最普遍的一种礼物 而且这个礼物每个人都有份 一个有灵魂的活人 必须而且只能 别无选择地穿过死亡 你才能看见自己生命的意义 任何一个不能拥抱死亡 不能思考死亡的人 都是短暂的 都是素朽的 都是愚昧的 所有在有生之年 不曾经思考死亡的人 都处在完全无知的状态 当我们看见生活中 有些人特别害怕死亡 每个人都害怕死亡 每个人都在 试图在他活着的时候 训找长生不老的灵丹妙药的时候 事实上我们是在心上天地之间最大的愚蠢 真的最大的愚蠢 那么如果死亡是一个美好的礼物的话 那么一个人长久活在这个悲惨世界才是一种最大的诅咒 你长生不老才是真正的诅咒 这个世界多么可怕呀 是不是 因为你活在这个世界上 你就意味着你要永远要饱受这个世界的苦难的击打 你要永远活在战争 瘟疫和饥荒三大灾难之中 这是个多么可怕的事情 托尔金怎么讲 他说人如果活着了 他没有从苦难层面讲 他说人活着如果没有死亡 就好像一个橡皮筋可以无限的拉长 那会非常的空洞 非常的无聊 非常的让人绝望 很有意思 这样的道理 人们不理解要到几时呢 我再说一遍 如果死亡是一件美好的礼物 那么一个人长久活在这个悲惨世界 才是最大的苦难 这样的道理 人们不理解要到几时呢 为什么那么多人渴望在这个悲惨世界长生不老呢 当苦难堆积在我们的喉咙的时候 当苦难已经把我们的头顶都淹没的时候 我们为什么还要留恋这个 由瘟疫饥荒和战争组成的悲惨世界呢 愚蠢实在是太愚蠢了 我想说的是 我们这些开口就能背诵 胃之身 焉之死的中国人几千年以来 就处在这样巨大的醒目的 没有一个人沉思过的巨大的愚蠢之中 多么悲哀的一个事情 出埃及记里面 有一句话我是反复思考的 出埃及记的十章二十节 说耶和华是法老的新顽梗 也就是说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暴君都比石头还要坚硬 法老永远不可能像常识低头 什么叫常识啊 死亡就是常识 每个人都要死的 每个人都有罪一个一人也没有 这就是常识 法老是最不愿意想常识低头 你让习近平 然后他说我是一个罪人 那中国有希望了 真的 然后中宣部说这个世界上一个一人都没有 那中国也有希望了 不可能啊 是不是 他们不会说这样话 所以我说这些个人呢 法老习近平也好 法老也好 这些个那些个人也好 他们一直以来都是一群将死的活人 或者是活着的死尸 那即使死了还要坚守他们的错误 我想说的是 既然作为古老传统之一的埃及 一直处在巨大的顽梗和无知当中 那么我们是我们有什么理由相信 中国这样的一个从来没有沉思过死亡的人群 竟然会有些许的改变呢 上帝让中国人的内心坚硬 中国人从来不愿意向上帝 向常识低头 巨大的祖族其实一致伴随着中国人 威尼饥荒和战争一致伴随着中国人 我们的祖先的罪恶 我们的罪恶将会毫无保留的遗传给我们的子子孙孙 直到世界的末了 所以那些虚心而且哀痛的人 那些真正相信上帝的人 你一定要赶紧做好自己的事情 时间不多 不要和他们死在一块 因为他们是不洁净的 他们是愚蠢的 他们注定是要下地狱的 所以那些所有的中国人 如果你试图相信皇帝会悔改的话 那么试图相信皇帝会忽然会心思温柔的话 那么你统统都是比皇帝还要愚蠢的人 这样的人只配被一代一代的皇帝奴役 永远不可能成为自由人 所以你会发现死亡和自由也是连在一块的 死亡和真理也是连在一块的 死亡和生命也是连在一块的 所以作为一个中国人面对共产党这样一个魔鬼的组织 唯一合理的应对措施就是勇敢 就是要有智慧 死亡是你的智慧的开始 或者死亡意识 对死亡的沉思是你的智慧的开始 要么像犹太人一样勇敢的出埃及 要么逃出地狱一样的邪恶的中国 要么像大卫一样勇敢的承担起自己的责任 走上战场用信心和石头打败这个所谓的巨人 所以死亡这个东西 说起来其实是非常多东西可以做的 今天我是从一个我的这个视角 来谈一谈我的死亡的理解 谢谢大家 祝日快乐 谢谢大家